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逢星期二由智商所全力支持的决战大数据 欢迎阿Rain 你好Lina Hello Hello 第二次和你一起来 我是阿Rain Hello 上星期阿Rain都和我们说了 如何发掘一浪高于一浪 或者是一浪低于一浪的形态 一个信誓 然后我见你的同学也很努力 就立刻找了一些过股 就画了一些图 就给你去改一下 是否懂得画 你这些同学也很努力 这个应该都在我的TG Group 这里有买买广告 其实我开了一个TG Group 跟大家去聊聊天 有空出水 有空弄一些图出来 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 今天其实可能这个话题就特别一点 就是想延续一个 头部份是讲教学形式多的 就是今次是讲形态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在我们上个星期 有一个公司的股票中了 稍后再去讲 当然大家如果对我这个形态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即场就可能问一下问题 还有去到尾段的时候 我都选了一些公司出来 都配合了这个形态三角形的时候 可以大家做一个可能是报处 或者一个验证 就是当它之后突破了一边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出现了我一些良多的升幅那么神奇呢 一会儿都可以和大家一起去玩一下 好吗 所以其实未开始之前 大家记住 如果喜欢的 我这段片段的朋友 可以给like和share 还有可以有空问一下问题 那我们正式开始了 好吗?Lena 好啊 等你完了这个三角形的 就是今次的教学之后 我们才会再讲一下 就是再review一下上次 你说的股票那个 发展如何 那也好 好 那我们马上就去看看我们的电脑先 这样呢 我们就看到了 那其实是什么形态呢 上次就说了趋势 是不是 就是说一个上升的趋势 就是higher low higher high 就不断这样去延续的 那一就是叫上升的趋势 那但是呢 有些市况是不一定是那么顺畅的 不一定是higher low higher high 有时是横行的 那有个横行的形态 其实呢是叫做三角形的 那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就变成了好像我们小学那个数学那样 是走一个三角形呢 那样 因为其实呢 就是因应回我们上集讲的东西而已 都是讲的呢 如果你三角形的时候 就是讲的一个价格呢 在走一个情况呢 大家幻想一下先 黑色线是个价格的情况来的 那上次都教了大家 去用一个线形图去看 那二来呢 就可以呢 就见到这个价格行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higher low 是不是 就是我们讲的一浪 高一浪的第一步 是的 但是呢 它中间呢 是未做到一个higher high的 而后者呢 就变成了在一个 lower high的情况 就是呢 讲的呢 浪顶呢 是低于前浪顶的 是的 就是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 那所以呢 其实这里的三角形呢 就是我们这样两条线呢 连在一起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 三角形的形态的情况之下 就是讲的 是这个 low high加 high low 是的 这个情况就是三角形 那这个三角形呢 其实呢 我自己比喻是成为些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白河的游戏来的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它呢 就是讲的 它是不断在这个 这个扎幅的区间这样上落 升又升不穿 跌又跌不穿 那样 就好像呢 我们呢 就玩一些白河比赛那样的 就是两边打来打去 因为呢 其实不难去想的 因为呢 就是讲的呢 好友不让它跌 就是讲的呢 可能那个价格 每逢跌到某个低位的时候 喂 不要啦 那些人就是买回上去 不让你跌 再买回上去 那另外一方面呢 那个淡友就是讲的 不让它升 那可能去到最高位的时候 那你不要再升了 沽回你下去 沽回你下去 那这样 那所以中间呢 就是讲的呢 是见到呢 是一个这样的横行的格局 就会出现了 出现了 这样呢 就会变成一个形态 就是三角形了 那所以呢 其实呢 我的比喻就是讲的呢 一边是好友 一边是淡友 三角形呢 这个情况呢 就是一个拉锅的情况 那未分胜负的 我们根本都不会知道 哪一边去赢 不会知道哪一边去赢 那但是当分了胜负的时候 一定会有的嘛 就是好像一边就淡了的时候 一边就这样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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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拉了你们这班人过去的时候 就是讲的 我们呢 在市场上面呢 在一个突破的情况出现了 就是讲的一个价格 突破了呢 可以上升的突破 或者下跌的突破 突破了这两条线那边的时候呢 就讲的呢 市场出现了 那个方向给我们 可以呢 讲的呢 就是知道呢 是会出现走哪一边的情况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想回 那既然呢 我们可以 刚才就幻想成为 在低位的时候 好友就买上去 那在高位的时候 淡友就买回去 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呢 那个价格 我假设胜利啊 就是讲的呢 是向上突破的 向上突破的 那个价格冲穿了这边的 那好了 那你想想 如果在这些高位的情况之下 那些淡友在那里沽了的 那它本身是要 都会止损的嘛 就是如果它升穿了某一个价位 它都会止损的情况之下 那这样呢 就是那个价格冲了上去的时候 那他们这些人 那他们这些人 都要去止损 是不是 那就打中了他们这些人 淡友的止损的时候 就是讲了些什么呢 他们就要迫于无来地 买入回这间公司的股票 这样令到这个价格 就有两方面的力量 就推它上去 那第一方面 就是本身好友 在这里 在这里 和在这里的人 就不断买它上去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那些淡友本身 是打算沽下去 但是不是了 现在就冲穿了 这些价位的情况之下 那它自己都要止损的情况之下 那就令到那个价格 就再推高了上去 那就变成了 是有两个力量 就冲了上去 那为什么三角形呢 那么好用呢 因为这个形态的情况之下 其实可以是 量度的目标出来的 量度的目标 就是讲的 那就是这个 那这里应该可以 连在这里 第二点那里 那三角形呢 其实是一个 挺严谨的形态来的 那因为你可以 就在不同的图表 就会看到 有些情况就是 它不断行这个 high low 之后再low low 的时候呢 那就可以说它的三角形呢 其实记住 三角形呢 都有一个 帥仔和不帥仔的三角形的 那这个就在后话 一会再说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假设性 一个三角形的情况之下 那这样呢 可以有一个量度的升幅 就是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呢 就是它这里的升幅 就是我们之后 预计它会升到的升幅 其实是会等于 它这里的第二点 第二点 量度上去的那个量度升幅 就是这里的距离 就会等于 我们突破之后 那个价格呢 再推高上去的距离 那这里好像说得有点复杂 是不是 是啊 我这些站要暂时停一停 我一个问题 都想问一下 就是刚才呢 你说的那个三角形呢 看上去就好像 都很简单 看上去就好像很简单 但是我想说呢 如果我们看那个高一高和高一高的顶点 就是上下的那个顶点的时候呢 其实要多少个点呢 才可以成立到三角形出来呢 就是看有多长时间呢 其实三角形呢 它能成立得越长 就越好的 因为它放得越长的时候 那个价格一突破了一边的时候 它之后的爆发力就是会越大的 但是当然我们说市场可以有不同的图表 通常三个型就是说至少有5点 就是这里1 2 3 4 5 这里可以是第6点再上去再上去都可以的 就是7 8这样 但是至少有5点才可以构成一个三个型的形态 是否看到3点都只要画 有一个小的三个型就是了 没错 就在第2点的位置 然后再拉上去这个垂直的距离 然后再拖过去突破了位置之后 上去的时候就有量度的目标了 就是升幅的空间 所以其实你都挺吸引的 即使这个三个型是突破失败的 它绝对有机会这样跌下来的 可以的 这个就是突破失败架突破的例子 但是如果你从一个直播率的空间来说 因为如果三个型是运行得越久的情况之下 它的量度升幅可以很巨大 所以我们就是那个直播率都会很高 相应地都会很高 其实理论就讲完了 有些实践的操作 其实在上个星期四我记得 就是在这个群组里面 就是这个我们的群组里面 就是你带自己的TG群组里面 还有IG的币 是的 那就去讲一间公司就是9939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回这间公司先 我又想调一调 我想问如果你看到这些三角形态的时候 需不需要运行成交量呢 就是成交量有没有配合才可以 问得好 令到它有突破这样的可能呢 因为其实就是突破是讲的 通常我们是突破了一些阻力的关卡 或者是一些很强力的阻力的时候 这样我们是最忠于的 是吧 9939可不可以运行成交量那里解释一下 是吧 那当如果它突破的时候 是价量齐升价量突破这样的时候 那它这个讯号是更加的confirm 那但是呢 不是一个最necessary的原因来的 理由来的 那可能它这样升了一点 那我们都觉得是已经可以直搏的了 那这样呢 刚才好像说得好抽象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呢 将我们之前的高位 贴着一些这样的低位 就画了 form了一个三角形态在那里 那跟着之后我们就拿第二点 这些量度的距离 那我估计就不难去想象了 这里是个三角形 那我们就是说在这个4月15号的时候 那是真的一个突破 出现了 那跟着之后 我们呢 就在这个位置那里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这个量度的目标 大概是67 47 46之间的 那些位置那里 那往后的时间呢 就立刻做了一支大约粥 那就像Lina所说了 就是价格突破了 是的 因为它突破的时候呢 那可能就是说市场确认啦 或者就是追一些消息去炒作 的时候就冲上去的 那但是我们上次说过嘛 我们去炒 就是炒图的时候 其实都不关键消息炒作的事的 那反而就是那些消息炒作呢 就是往后滞后 那跟着之后呢 就是说给市场验证 说回给你听 因为这些消息 那所以就出现这支BAR出来 那但是大哥 喂 你这支BAR都二十几% 十九% 那你十九%才去追的时候就死定了 是不是 那所以那其实就是 如果你是认识到 那些这样的三个人的形态 你看到它出现了这样的操作了 突破了的时候呢 那其实已经是可以做回一个部署了 那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三角形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这样连一些 Profit and Loss 就是Risk and Reward的位数 那放回去一些Trend Line的下面 如果你垂直拉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量度的升幅是有30%的 30%的 那如果你买正股来说 那30%可能是很大 是不是 就是很不切实际 因为可能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怎会预认真的有30% 你在1点的时候 都不可能赚到尽 是的 那去到后后的时候 那它就真的 好像今天那样 就真的中了我们的TP位了 就是那个只赚的价格了 是的 那就是中了 那就是 其实可以吃得糊的了 是的 那我就是想说 其实交易呢 我们可能上次都已经有 说了一些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当我们赚的时候呢 一赚就是要赚一段 或者就是说一亏的时候要亏少少 赚就赚多多 那我见到 为什么可能那些朋友 可能是做家的时候 就是那个成绩不是很满意呢 是因为呢 就是每逢那个价格一上到它 小小的时候 就立刻就是只赚列场 是的 因为这是人的心理来的 很简单 你见到赚钱呢 就趕快走啦 是不是 那跟着之后 那你亏钱哦 那你会有一个 有一个希望 有一个妄想 幻想 就是说 喂 那它明天是会升上去的 是的 那当你这些情况不走的时候呢 那你再放在那里呢 那你就变成了是 很容易就是 令到你的亏损扩大 因为你就是之前 没有跟着你自己本身的原定的计划 跌了下去你没走到 那如果它再跌下去 就是说你跌了这些位没走到 接着它再跌下去的时候 那其实就令到你的亏损 就更加之大了 二来呢 其实你的资金呢 你根本都被它扎住了 你去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 你走又不是 不走又不是 因为你可能那个亏损 是说已经去到20%的时候 你下一回合 要去赚回本金的时候 其实要30%的嘛 就是说你本身一万元 你输了二千元 只剩下八千元本的时候 那你要再赚回那二千元 其实你下一回合是要 25%你才能追回那二千元 那所以那其实就是我们做交易的 第一个要点就是 不要令到风险扩大 就是不要令到我们亏损可以扩大 那二来呢 就是那些什么呢 那当它顺势 升了上去的时候 那尽量是什么呢 就是hold 尽量hold 因为本身呢 如果我们的前設是什么呢 这幅图 那个正股的走势是强势的 是强势的 那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 是 本身升的机率 已经是说 应该升是多过跌的了 那二来 那我们的量度目标呢 去到 可能是你会觉得 真的那么圆吗 的情况之下 那你真是hold住它的时候 它真是中到的时候 其实你一个trade 是等于你两个trade 因为在说 就是这里的 risk and reward 是一倍二 那你中了一次的时候 那你已经够cover了 你之后输了两次 所以其实是不断 交易的时候 是不断买机会 一中了的时候 你hold住它 那跟着就是令到 你自己本身的交易 的获利更大的时候 就好让你之后的交易 可以承受多些的 叫次数的亏损 那所以其实这些 就是交易的原则 我只觉得 那希望大家就明白 这几点这样 是的 我有一只股呢 也想 Rain看看 可不可以形成到三角形呢 现在即场 不用理好 它是2319 蒙牛 2319 我看它也好像有些 想形成三角形 但是好像 是不是不够5点呢 刚才你说要5点 是的 没错 你按图来看看 我们给观众看一下 Rain的图 看一下 其实证明 Lina也有做功课 很感动 即场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 能不能够 对 能够够够 因为你画就好像很容易 我现在画 我又不会画 我们就是在说 你画这些线的时候 不需要画 一定是 在说 一定要用close open 其实我自己的世界观 就是 可以用我们open high low close 来做一个线形 那你会看到 蒙牛这间公司 它是方向这个high low 但是 你也可以说 它是由这个 3月18号那天 然后再跌下来的时候 是有form一个low high 的的 的确是有的 但是 其实之后往后的价格 就是这条线 即是46元的时间 那里培回 那我们看到 就是说 它上升的时候 那其实都不是说 真的在说 很帥仔 没有贴着一些变 所以其实我自己的判断 它绝对不是一个三角形 它构成不了一个漂亮的三角形 刚才也说了 三角形都有分漂亮和不漂亮的 就是说市场是否跟着那条线去走 但是蒙牛这里就没有意思了 就没有了 因为它只有两点的时候 其实你什么都可以用两点的 第三点已经找不到 对 第三点也找不到 就是可能是这里有得 这样 或者刚才我画那条线也可以 这样 那就变成了 没有了一个市场的确认性 所以其实这一幅图 就不可以说它是一个三角形 你最多可以说它是一个high low 加在这个的阻力那里 46元那里 就是说是顶住了 我们都不知道的方向 这里就像横行居多 所以其实就是真的要练习 就画不了了 就叫练习 是多练习 是的 那我们其实都有几个例子 可以看回 其实是成功的个案 都是一个三角形 就是这只9969 就是刚才说9939 那个开拓药业 这个是落成建华 9969 都是约股来的 都是约股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的 生物科技 股票的板块都很强劲 那为什么 我可能有时候都要问自己 为什么你是喜欢我 我都要问自己 为什么喜欢做股票的操作 因为我自己觉得 去捉路的情况是多很多的 因为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看大市 就是知道整个大格局的钱 有没有流进来 就是恒生指导升的 就是说港股的 受捧程度是高期的 恒生指导升 但是你恒生指导升上来的时候 那里面有很多成份股 那我们都知道是有 腾讯 美团 那些叫科技股 那当然港股一定是有香港的地产股 或者就是内银 内险 也有的 那我们就要去认识 那就是哪个板块 或者哪个股票的走势 是强过恒生指数 就是强过大市的时候 那你就选过一些就对了 其实就对了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我们是不断去找强中强 所以有时候跌市也好 其实不用怕的 跌市你可以做买恒生指导跌 但是同时之间 跌市也好 总会有一个板块是升给你看 因为你资金一定是不断去轮回 或者是说是轮动的 那边商就是跌的时候 就是说有些钱是沽着 离开那个板块 那些钱也要拿个地方去parking 那parking在哪呢 那又是说这个地区的不同的板块 所以就变成了 你可不可以有个眼光 或者就是你自己对我们这个地区 那个股性的运作 就够不够熟呢 其实都是一个因素来的 我想据一个简单的例子 可能如果香港的地产股 大家一定是知道 一定是长实 然后只有恒地 新鸿基 这些板块 当你看好是本地股的时候 那你就逐个逐个查 它究竟是本地股的地产股 还是零售股 那逐个逐个查 就是逐步缩细 先找板块 然后在板块里面 再找一些强势的股份 来看看形态 一些投资大师 流下来的智慧 你最近这一两天 有没有什么 虽然市场静静的 每次都是上落市 一天升一天跌 那你看好 或者你观察到有什么板块 现在有资金流进去 而有一些强势股 我们值得用你教过的一些技巧 来分析图表形态呢 这个第一个就是 现在我这样去看 当然第一个就是 我们讲的生物科技股 就是这些的九字图 就是我们讲的B仔股 就是最近九字头都有一些炒头 是 没错 没错 很多我都 第二就是一些本地的 但是是零售的公司 零售的公司 不是地产股 那我稍后再分享一些图 给大家看 其实我看到留言区 在讲的2138 医师医疗 其实都是在讲的 本地的零售股 就是它还没有用 医美股 但是它好像有些新闻 是 没错 那一会再去看 通常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什么呢 那些新闻一定是滞后的 那个价格先上去 然后才才开放 所以其实如果你跟新闻去炒 就通常告罪 刚才也说过 那我们的大原则就是先想风险 对不对 上集也有说过炒股 不要看新闻 对了 看set up 可能大家已经过了气了 是 没错 看set up 什么叫set up 就可以看一些图图 图就很简单 那我们又是事后去看看 那我们去这个3月3号的时候 到4月13号的时间 你看到它这样 是不断打一个high low 是的 就告诉大家看 这里是看到是高过前浪的 这个也是高过前浪顶 浪底 然后这些浪顶是不断低的 低的 是破不了的 那它是在说一天 4月13号的一天 它一枝羊竹那样 先低后高的那样冲上来 其实你可以拨打它 就是突破的 那但是呢 或者就是你去第二天 开市的时候 你就不妨看看 可不可以高过这一个 19.6 好 因为就是在说这枝羊竹的high 如果它能高过 就成功确认 它正式突破了一些关键位置 那之后呢 我们再给你一枝羊竹 那 冲了上去 是吧 立刻冲了上去 那你去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想拨不拨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就是在说 喂 你三角形是给了方向你 你突破了 就是告诉你 它是有权升上去的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现价拨呢 就要看直拨率 那直拨率是怎样去定 那就是很简单 就是用一些图表 然后如果假设性 如果刚才我说是19.6 这些图表你突破就立刻要追 这样呢 就把指舍放回前一天的低位那里 或者就是这个uptrend 那个trend line下面 而这次其实应该放在前低 一个很明显的低位那里 然后把这个量度的幅度拉上去 这样呢 我们就看到了 那我们目标的价格是19% 其实呢如果你说正股来说 19%算不算多呢 我觉得来说都偏向多的了 很多了 19% 差不多两成了 因为就当然了 你只要问 它是什么成质 就是因为科技股 或者一些生物科技股呢 它的波幅其实是很大的 可以真的可以很大 那你可能几天 就像刚才那只9939那样 那其实你三天都30% 那那边上就是说 如果一跌的话 它三天都可以跌30% 就是这些就是 每一个股票 股性的一个正常波幅率是多少 但是就是如果 那你设定了一个目标的时候 那只要你一天打穿这个止舍 或者就是你不去回那个 就是去不出一些双顶啊 那些形态给你 那你就不要走 那你时至今天呢 其实就会 都差不多可以吃虎的了 那你可以等多止白 可以等多止白 那你一中到的时候 那你这个的risk and reward visual就1倍2.5 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拿回那个利润 去拨第二只 是吧 那当然啦 那其实就是 这里的第二个话题 就是怎么做我们的注码的控制 或者我们下一集说 就是我们要做到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你看到它们的那些 价格的距离 实际上都不一样的 实际上都不一样的 因此可能是我们今次的止舍是7% 但是刚才9939那个 的止舍可能是11% 那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一致性的注码控制呢 那其实是有方法的 那我们就镜内补完 就留下下一集说 就是现在如果有货的朋友仔 就是9969如果有货的话 就暂时都可以继续留货在这里 因为没错 因为它还未升穿那个 长方形的那个升幅 没错没错 23个半了 23个半了 是的 或者就是这样说 如果你在再强势股的时候 我刚才都说过了 我们散户通常最忌是什么呢 你赚到钱就立刻走 有时候你赚了钱 反而你应该要贪心的 就是有一个 再举多最后一只 就是那个例子就是什么呢 是必受赚 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例子 那这个我其实就是没有在group那里说过了 那因为就是这个trade其实就不是很明显 或者就是如果我那时候说的时候就令到大家的风险很大可以 但是这里就那一刻 那这里看到其实不是一个真是很英俊的三角形来的 但是它都是一个high low和low high的platin 那当它的价格一升穿的时候 那这些其实真的要设定alert的 因为它有什么东西爆上去 那跟刚才Nina所说的 它价量突破的情况出现了 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又在第二点那里 拉一个呢 量度幅度出去 那当那个价格真的立刻这样推高了上去 冲了上去的时候 接近 接近到了的 那你这里绝对是有权了 就吃了去的 是的 那应该在这里 就是 exactly 度了就立刻下去了 那跟着之后 那其实你看到这幅图 我估计很多朋友仔 那他就是想着 那他吃光了就以后不用理了 一段时间都没有你迫手站 那其实不是 因为呢 因为三个形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形态的一部分 这一段时空里面的一部分 那但是不要忘记 它是属于一个超强的 超强小股来的 整个大价格来的 超强小股 其实它回调完 就是可能这支阴烛回调完的时候 理论上你都可以 在说是再买上去的 突破买上去的 那这里是这样的 那其实这一天 已经是可以绝对有权再买上去 那跟着之后呢 你可能计算的两个目标是1倍1或者1倍1.5这样 那这里就是没有位置计算了 因为就是说 那个价格的升幅已经很大 那跟着之后呢 你见到往后的时候再冲多一支巴上去 那其实就是说想说些什么呢 这里我们见到必授站可以走一个这样的情况之后 其实相同道理 9939绝对有权 都是可以走同一个情况 那即使它现在到了那个目标价格 那它下回来的时候呢 回调啦 它可以在那里打打打打打 打一段时间之后再上的 是的 那你就变成去到的时候 又要懂得再去做部署了 那所以呢 我就经常说 我们有货的 那不妨是什么呢 就是买完之后很久一点 很长一点 至于你赚钱的时候 你有利润在手呢 其实你怎么玩都可以的 反而就是它再冲上去的时候 你懂得加仓 你懂得加仓 因为我们其实你走了之后 那其实你就是拿回那块钱去买其他东西而已 其实很无聊的 整个过程 是不是 就是你 不断重复 对 不断重复买完之后去买 反而反而反过来 那我们就是为什么要去买一些东西呢 因为我们看到有些 可能是说买日点 很漂亮 或者就是你是打效率 你看到 就是说有一些位置你破了的时候 你才去冲 那好了 其实但是 大格局来说 你都不会违反到 如果它是一个顺势的强势股的时候 它都是升的 那你就不断去找位置去买 买上去 那既然你已经赚着钱了 这个股票 那它再破位的时候 你绝对有权 拿你的利益再推高上去 再去买 只要你这儿 就拉高了那个止泄 就去到你的止益成本价 那其实就变成了 是一个无风险的持仓的状态 那这样就不断加上去 那这里我想我知道 又讲得深了的 但是大家就要明白 但是里面的思维或者是心态 既然你最后都是拿回那块钱出来 又去买其他东西 都是买回一些强势股的公司的时候 其实你不如反思一下 是不是现在你现时的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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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呢 那最近有些消息的 所以当然我们这些图表派的 就不会怎么理新闻的 但是都顺便提一提 就是郑志刚新世界的 好像是执行副主席 Anyway 高层的老闆级 郑志刚就入股 是了 私务基金自己入股 那又炒了上去 观众就问了 图表体还有没有上升空间呢 如果呢 怎么说呢 我们看一看这幅图 你看到其实它上市没多久 也不是很久 2016年上市 之后就走一个一级一级 这样冲上去的势头 这样冲 之后再上 我们看到那个情况 就是去到这一格 第一个浪段 应该这样说 如果是我 我会拿回这个陈级 来量一比一 就看中了没有 现在那边已经中了 刚刚好倒了 就是一比一的状态 但是呢 你看到其实它的价量突破 这样冲上去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自己的看法 它还在上 因为它成交真的很多 是的 这两天 突然爆了出来 是的 你昨天就是可能说就是一些白武士 或者一些高层 这样冲了进去 那可能就像我们最近 经常说的一些配股 你会看到的嘛 今天的美团 他会突然爆了一支竹 这些是在说一些场外成交呢 这样 使得成交量很高 是的 那可能其实就是 对图表来说呢 其实这支竹 就没什么特别大的意思 但是了 其实它这些是一日完成的而已 那我们看回2138 那它第二天都是这么高的时候 那证明是真的有人入场呢 是买货了 买货了 那至少我们看到呢 现时刻那个的支持 你应该推到是8个1毫升的 是的 那很明显这里是前顶 接着之后呢 我们GAP UP上去的那个下影线 RE-TEST了一下之后再直上的 是的 那这里其实应该都已经是一个 短期的FAIR的支持位的了 那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有货的 我自己觉得可以好 可以好 那都是 如果你贪 就像我刚才那样说的 你太早放下去了 你的路径呢 通常只有两个而已 要么是直升 要么是回调升 那你就要问自己的心理状态 可不可以顶得住这个回调 或者就是 你自己呢 是应该本身呢 想定 这个回调的percent 你顶不顶先 你不顶呢 那你就 如果是说 冲了上去之后 它会突然做一些射击之星给你的 就是说那个格格 之后还有射击之星 那其实你都可以去 指赞部分你唱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图 这么强劲的时候 你怎么都留一半呢 做一个贪心的部署 射击之星是怎样的 再升多一棍 就是 谈一谈一谈 怎样说呢 画图 最简单 这里 就是说 这些阴阳烛的pattern来的 就是说 它的上映线很高 然后呢 它中间 这里是实心的 就是说它的价格 冲高的时候 收市 它有一支很长的上映线 那跌下来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pattern呢 因为呢 就是说 本来 可能呢 我们是有上周市和下周市的 上周市 是说 它有一支大阳烛的 这样冲上去的 是的 那接着 下周市 它有一支大阴烛的 这样下来 那就是说 在高位的情况之下 这些射击之星 更加之有用的 更加之有用 那你再贴合之前 我们画的一些位置 double confirm 那你就可以 confirm 其实可能在一些 短期的高位出现了 那你就可以离场了 是的 这些说法而已 这些说法而已 但是 没有tar的 就看看你自己本身的 那个抹点在哪里 那如果没有货怎么办 没有货的时候 就不要搞它 就等它回调 是的 那你看一下 就set up 可不可以打箱底 打箱底 我最喜欢 打箱底 接着你才买上 要不然呢 那个风险就可以很高的 是的 可以很高 这样 那 可能刚才我说的那支 必手站 就是1830 其实和这支的2138 都是强的 那所以呢 其实你 反过去想 如果你是想追 这个板块的落后 你就不妨找一下 那其实会不会 它相关的公司 是有呢 是的 有吧 那其实它的set up 又如何呢 如果是好的 那你就可以试一下 入场 是吧 其实很多的 就是这个概念 可能是之前 我们看到 现在的李宁 升到飞气 是吧 那之后就安踏了 那之后就是那支特报 就是1367 全部内地的体育论品股 都爆了上去 都是爆了上去 但是它们升的时候 那个时间段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这些就叫追落后 那这个都是加异点指 那大家就可以这样去想 所以如果你说 还有没有上网的空间 我觉得是有的 但是你说短期 你已经去到1比1的时候 那你吃不吃呢 你就跟自己的操作 但是我觉得最 可以贪心一点 可以看到1.618那些位置 这样 那接着 我们继续回答一下观众问题 好吗 都好啊 你想回答什么 我见有观众也有问3606 就是关于汽车的板块股份 是不是有什么荣白呢 福耀玻璃3606 我们可以先看这一只 因为它另外还有一个是汽车股 但是我们也可以先看福耀玻璃 好啊 好我们看回这幅图吧 其实昨天我画过这幅图 我插走之前 一些 你有看过这一只 有有有 玻璃股 我想那些 就是电车股 或者光伏股 电车相关的材料 有机会是见底了 有机会见底了 但是会不会立即升呢 又未必这样说 因为可能昨天看到Tesla 都在说 都跌得 都有一点点的跌的力量 但是Tesla跌 是不是又是有些消息 又说有个女人在车展 不知道怎样大炒大闹 我想有点关于Bitcoin 有点关于Bitcoin Bitcoin又回了 是的 回了下来 而来就是说 我们看到昨天的Bitcoin 可能很容易货币 相关概念说 股那些全部跌 那些IoT MARA 全部都跌下来 也关了一点点的事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有机会打底的 就 就是车股可以留意一下 一会儿可以看一些ETF再说 就是说的是 那大格局 去到再小格局 那一层级的问题 好 好 好 首先我们就图表 去学术性交流先 我看见它做了双顶的 即即使这个双顶不是很双顶 不是一个平台的双顶 那它直落去破坏了一条这样的上升趋势线的时候 这个上升趋势线其实都挺有限的 这个是说第一点的确认 两点 三点 那接着它穿下来的时候 是一个这样的大阴烛去上的时候 即是说一个市场是确认的 是的 这个是第一个层级的 那个跌浪 那我们就 证明它的跌幅是满足了的 那它就没有跌到第二级的层级给我们 那我们先沽扯一画它 那接着之后 那去到那个价格 去满足了这个跌幅的时候 那我们见到呢 这里是类似做了一个 头肩底的情况 头肩底的情况 那这里是一个颈线来的 那我知道呢 有些朋友仔它的颈线是会这样画的 再画一个 不好意思啊 因为电脑会不会用得很纯熟 所以就这样 那我们见到就是 今天突破了这个位置 那其实是雙确认的 第一就是这一条趋势线 刚刚回踩在这里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见到这个Price Action 在这个47.5那里 47.5那里 其实都是一个 阻力变支持互换的关卡 那就变相就是那些什么呢 如果真的想博的 那你先等多一支阳烛先 等多一支阳烛 那就确认呢 是说市场是对这个区间有反应 打一打上去先 那你之后呢 就是一框一框看了 一框一框看 第一框一定是看这些位置的 就是说54元 因为有一些互换的位置 之前的阻力 这里变支持 这里变支持 这里变阻力 那之后再 可能是这些 一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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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它的stop loss 我自己觉得 有些人会放在这支阴烛的low那里 都可以的 但是我会放在前 底的那些多些 因为它有机会是回调 之后呢 打你横行也可以的 打你横行也可以的 但是它要升的时候 你一定不可以破坏这个high low的pattern 所以我就会放在这些低位那里 做止洩 所以就 都有空间的 1.3% 就没有三脚这么大 刚才那些这么大 所以其实就自己 承受自己的风圈位纜了 绝对没有对予错 那如果你是基本面的 很熟悉的 那你又很认识这些光复股的 你觉得它长线是升的 那我自己觉得 买一下模仿 是的 因为的而且过去昨天这支突破 那其实是 讲了一个方向给你听 是有权体提升的 是这样 好 设定目标价之余 都要不妨设定止洩价 是的 另外有一只 6169 比较少看的教育股 今天好像很厉害 是的 突然间又是爆了一只大洋竹 然后又是价量齐升 好像很正 但是我不见它有三角元 是啊 那不是一定是三角元才爆的 就是三角元是其中一个 要有什么条件 不如你分析一下 其中一个 我们又是图表去看 先去看 那第一 我们就是要去想 现在这个图表是行 Uptrend 还是Downtrend 那都是走回刚才那些思路 是不是HIGH LOW 和HIGH LOW 是的 我们前面那一部分 绝对是 HIGH LOW 不断地这样冲了上去 那这里 我们就是说 冲了上去这一部分 就变成一个大圆的横行区间 大圆的横行区间 它在这一部分 押了押下去 押了押下去 之后立刻彈回上来 所以这里 其实就是一个很强大的支持位置 就是6元 你当是6元 6.07 这些位置 是一个很强劲的支持的位置 那如果它真的再下跌的时候 就很一突的 它就直下跌了 应该就跌到4元这些位置 那现在它就选了走上去 那这个朋友的问题是什么 你又说可破顶嘛 是呀可破顶嘛 去这里这样直抽 我自己觉得是不会这么快去破顶的 因为你会想起 这里其实不是那些蟹货区 是不是 就是去这里 不上去不下 不上去不下 这样去到横行 如果有人没有走 在这个区间没有走的时候 它一定会沽给你的 它一定会沽给你的 那就变成了两个市场的博弈 那刚才我就是说 为什么三角形那么容易去爆上去呢 是因为看淡的那些人都要止蚀 接着买回好仓去平仓 但是它本身这些 那么多蟹货区的朋友 就很多友人是沽给你的 所以就是没有得 就是我偏向不会看直上的 反而就是会走回一些这样的情况 就是横行会比较多 横行想或者横行幻想 我估计可能都是因为有些消息版法 就是消息的炒作 所以一枝羊竹就冲了上去 那我自己觉得其实这幅图 没有东西好操作的 真的没有东西好操作 因为它是急升 急升很容易的东西来急跌 那就自己小心 就不要贪贪这些图表 我自己就不是很喜欢 做这些图表操作的 明白 问题开始越来越多了 你想设计多一枝数个数码 还是你想 先设计多一枝 然后我再说一些三角形 我看到大家可以部署的公司 或者可以高呼我们上个星期 那几枝其实都是横行居多 也可以说一下如果横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做 好 多一枝1347 有个网友问走势是否坏了 什么 他问走势是否坏了 什么走势是否坏了 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 不如你看看 是否破了哪些形态 还是怎样呢 他说走势是坏了 应该没坏的 只要价格有动的时候 最多是报价软件坏 这些网站坏 市场不会坏的 放心 那我们先看看 就是跟回刚才那个想法 先查一下 我们看到就是说 去年其实很多股票都是 去年9月到今年的2月 一直升上去 所以其实最多人看股票 就是这段时间 最多人看 因为升 一些东西是升 但是人的偏向都喜欢看升 其实我自己都喜欢 那我们就不难发现 就是去到这个一天 就是3月4日 这样是一枝大洋竹 就是这枝 这枝 我先挂住它 这枝霸 3月4日 这枝霸 是一个大阴竹 这样搓爆了 这个上升的趋势线 接着它就往后的时候 这样搓 那跌到它是什么呢 就是说1月18日 这个大洋竹的开端位 就是这里 其实就是说 很有买货区的起跌 是的 那就跌停了 跌停了 打伤底 那绝对是跌停的 跌久的了 理论上 那现在呢 就可以想回些什么呢 那它就是说 这个价格很明显 受制着这条线 就是说本身上升的趋势 那之前好像我都有答过的 如果它要再升上去 最好就是说 就是说 上回到这条线的上面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有机会是 你等它回调 因为它这幅图呢 就是说 尤其是那些阴梦竹 它今天整支这样的阴竹 下来的时候 说这个跌势 是在加速中的 加速中的 那我就觉得 如果大家可能是 在看那些回调端 可以去到哪里的时候 那你都可以去想一下 有机会呢 1比1 去回这个43.2的 43.2的 这里画一画先 那我们就可以看回 这43.2可不可以 double confirm 就是说回 这个本身前面 这段升浪的回调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回618那些位了 接近43.75 是的 接近这些区间 那就变成是双重确认 就是说可能是去回调ABC 就会走到这儿 之后 之后我们在说 升浪的618呢 它在说回调段 理论上的位置 都是这些位置的时候 double confirm 就看看可不可以在这儿的情况之后 打回一些打下的情况 又是那些箱底啊 或者就是一个阳竹啊 冲上去的时候 那你就直拨了 因为就是说 如果你618 入到的时候 通常 你就是拿回 之前的1和0那里 做回指赞和指洩 都是一倍1.5的 一倍1.5的 是的 那就直拨了 是的 好啊 我们暂停 先回答一答问题 是的 我知道说的一些 可能是有点深了一点 但是 有时候图表的分析的操作 就是这样 是的 其实又不太深了 那你在三角形态方面 是不是说有些东西要补充一下 是的 谢谢 交我个歌给你 忘记了 那第一个 其实都是一些朋友仔 帮忙找回来的 多谢group那些朋友仔 第一个就是这张的影客 我们就看到他在走一个挺帅的 1点 2点 3点 4点 5点 6点 很漂亮 很漂亮 这个深谷型 很漂亮 这个深谷型 就看看可不可以爆变 或者就像Lina说的 就是有一个 加量突破的情况出现 我都是这样认识的 如果它有的 其实很多人玩外汇都是这样 就是这里设定 或者下面设定 就是说 如果它突破上面的时候 就立刻入 突破下面的时候 就立刻沽 对不对 你不知道它走哪一边 但是你等市场 告诉你 你设定 它就立刻告诉你 是的 那个alert要设定在哪个价位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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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本来这里冲了上去 那可能 如果你是 没有那么激烈的 那你就可以 这个alert放在2.45 是看升的 如果你是看跌的 就2.14 2.14 是的 那你就不要吃这些鱼头了 那你就吃鱼身 吃鱼身 这样去做一些alert 那我们不妨 可能下一集 如果它真的爆变 看看是否真的 有这样的量度升幅 看看 切关注一下 有没有多一只提示 是的 因为一是就是上又下 那我们就是 都能够到 立刻那些量度的目标 就是 够了给大家 够了给大家 copy and paste 一只电路 那就可以找到 那第二只呢 好 我记得是想说药明心 是的 2269 是的 哇 好噁 立刻拆掉 那这里又是那一招 双顶 哇 现在画图会手震的 是的 按着之后呢 就是运回量度目标 先想它跌够了 因为它这个浪型 可以再跌够 再刺下去 这个是第一关的量度跌幅 那跟着之后呢 其实这个量度跌幅呢 我觉得都挺fair 因为是建基于裂口的开段 嗯 那跟着大家就会看到 它坐一坐下去 就立刻上回去 这里有一点假突破的感觉 或者就是你整个图 变了大架極 你看是双底 双底 再上回去 这里是有机会行一个上升三国营 是的 因为这个的线 或者这个区间 其实有时候也未必一定是一条线来的 那跟着之后呢 就可以看回呢 它是在走一个 high low high low 和high low 你看到这个波幅呢 是不断收窄的 那就是说一个 不是一个很漂亮的上升三国营的形态 好像刚才我们说的那只 刚才说的哪只 三星 拍下 拍下 拍下三星 拍下那个三国营真的很漂亮 就是计算了几点 但是这个就没有那个 high low low high 去计算了 但是它是波幅收窄 是否都可以 因为这样都可以直播到呢 是 没错 要等它一个突破的点 和突破会漂亮 所以才可以确认 是的 这就是我想再高阶一点的想法 的陈级 但是我其实就是 最后再把那个美美 就是什么呢 大家记住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仔都会说 不知道交易如何入手 或者经常交易输钱 然后现在就很fustrate 一定会的 就是说哪一个高手都好 他一定本身是一个错过来的 就是没有人天生 就会懂得去 有一个技能的 不可能的 但是你要去做一个 一样事件成功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不是交易的 可能是我们人生都好 永远都是 你先练熟了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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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过你呢 就是有百般武艺 就是又想练什么RSI MACD 那些其实完全没问题 就是你要专注去那些 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是选了一条路 你就专注去 那不要就是说 你那一套功夫 就什么都有些 其实你什么都有些 我就对我的来说 就是其实你什么都没有 是的 就是没有一个焦点去联择 那就是所以 其实我自己 其实运作都好 操作都好 我都很喜欢三角形这样去做的 是的 有时候就是如果大家 在说是做一个加育的时候 那就不妨就是练好一招 就够了 或者就是你看到三角形才去操作 是不是 令到你自己本身的性率 或者量度的升幅 都可以这么巨大的时候 那你就可能再加多些奇权的操作 这样去降光了上去 是的 那其实我自己的做法都真的 又是这么简单 是的 那可能我已经证明了一次 给大家看了 或者就是在未来的时间 希望再见到三角形态的时候 那不妨就希望观众 告诉我 是的 其实这个三角形可能是帅子 都可以去拼拼一下 那最开心了 今集的观众就要练熟 看三角形 是的 没错 看熟三角形才好看其他东西 或者看熟上次我们那一集 讲的一浪贵一浪 或者一浪低于一浪的时候 是的 先好触碰其他的技巧 不如再回答一两位观众的问题 好 有位观众就问Ring 他说之前都听了你说 就是$250 那个数字 是$250 这一只股票 哦哦 给一笔钱 是的 给一笔钱 我记得他是不是给了钱 是的 我不知道 我忘了他给钱 是吧 他给钱 他就说听你说 $51就走了 那么厉害 到43.5又再加住 是 那短线是否都可以上望$50呢 图表上是怎样看呢 好 首先恭喜你先啦 那当然 那就是$51 我先连图表 都挺多人问一些汽车相关 最后我们都可以讲 刚才你说的ETF 对 对 刚才这个呢 我记得这位朋友的 其实 如果你是货了金 就是货了金 就是货了金可以优先回答 对 就是货了金可以优先回答 对 那我记得那时候你问我 应该是一只霸 我记得 就是3月 4月1日你这只霸 直接冲了上去 我记得你应该是这些商底的低位买的 我那时候有说 那时候就是说 你要预计的是什么呢 一是直升 一是又是回调升 那你在这些位置一定是提升的 那但是 上面的时候 关关阻力的 就是关关阻力的 就是关关阻力的 就是第一关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 这个啦 50.8 或者再上去的时候 就是这些 55 那如果呢 咦 在这里这样冲了上去 打10字 就是一个停顿的状态 就是代变的状态 那其实你走不走 我觉得都没有所谓 那但是 你下一只竹这样打下来 那其实你怎么都叫做一半的了 你没得咬 你没得咬 那现在往后的价格的发展 就可以看一下 一枝大暗竹这样冲下来 那即使你在这个支持那里跌停了 那但是你在那个阴阳竹的pattern 还没跌停的嘛 那我经常都说 那去到这些pattern的时候 其实你没得拼 你没得拼 你先等它跌停了 你不知道那终点 会不会打爆这个high路 再直落都可以的 如果是就超级可疼的了 那去到现在这个时间 它还在确定是一个high路的情况 那现在这些pattern是一个pattern 就在那里上去 那么就在那里上去 就再触碰它 那你问 是不是还能当成定 是啊 不是 它43.5元加了 43 是的 43.5元 之前听你说51元已经全部逃到 那43.5元加了 那就是43.5元加了 那可以问短线 可否上网50元 如果你问我 其实53元这一下也不应该进入 因为它的支持就跌突了 还有就是这里618的位置 穿了的 穿了的 可能你这样拉也好 都穿了 对不对 它穿了你就不应该看它上升的势头会再上去 反而你有机会是应该看它上了回到这里 然后再下去也有权 所以我想现在不如找一些短线的操作 看看小时图 既然你现在有货 我想就是那个支持位 即是上面的阻力位 49元 49.3元 如果能上去的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take profit 不如拿一些钱去找一些设置好一点的公司 即是除非你跟我说你是价值投资 你知道给亚迪电子的基本面很良好 那你就打算要好一段的时间 否则我觉得可以在这些位置吃户 即是除非你上去打爆先 这些的前顶 这些位置 在这些本身的40多元这些位置 其实就是放一些形态你才再上 这样才安全 要不然它有权是大型的横行洗你一轮 这样就变成了无效率 明白 好 我们再快速回答多一位观众 就说这个汽车的ETF 好 你想说我给你选海信家电 还是3690你想选哪一款 3690今天可能是新频道的嘉宾 其他嘉宾已经说了很多 我们说海信家电 因为我也没听过这家公司是什么数 家电股921 921 那这位朋友就问了 它14.3买了 之后就不上不下了 这个股价 似不似Cup of Candle 是什么技术 是的 看看先看 可以快速解释一下这个Cup of Candle 是什么一回事 首先都是那个大格局来说 其实是一个强势鼓来的 但是它是一个强势鼓 就是它升 这里其实我直接这样去看 有机会画到一个大型的三个人 我尝试一下给一些时间 这样画 接着之后就 14.3买了 其实现在也有少少在捱价 是的 没错 14.3 我们看到在这个周线图来说 它不断是走 HIGH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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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这里就要小心 因为它在这里直上得太厉害了 接着它中间短期 这里形成了一个Law High 即是说它现在停了 是有机会打横行的 接着我们就在日线图再看看层级 会不会有Cup and Handle 我自己觉得就... 我知道你拿什么的 这里是一个圆、杯柄 你打算在这里斜斜地打上去 但是也说过了 你trade what you see 你很难就是说 如果要确定这个Cup and Handle 其实是要突破上面这块先的 14.5元 14.5元这块先 你才能做到Cup and Handle 但是它的价格就往后 这样选了下去下面 穿上这些前几支BAR的音符 如果这样的话 我自己觉得就失败了 它跌是否会立即倒下去呢 又未必 因为呢 你本身呢 前面这里很多支持阻力的互换 应该跌到13元那些位置停的了 停的了 那我觉得其实未必有形态 那你刚才是说14.3有的货是吗 是14.3 对啊 糟了 你应该顺势突破它进去 谁不知选了下去下面 你这里自己本身应该是 都定了一些的指舍位 就是如果是做突破加圆 那你就跟回自己的指舍 就不要幻想它是Cup and Handle 不要幻想 如果这一刻去看就不像 完全不像Cup and Handle 因为它下了它 是这样 OK 好明白 那最后因为呢 都不少我问了相关汽车 或者是一些汽车相关的原材 即配件的股份 那不如一次过 我们用一个汽车的ETF 就是阿Rin教你一下 如何在ETF里面 找一些比较强势的股份 让大家留意一下 而大家又可以藉着这个机会 再看看有没有这三角形在里面 那就找一下有没有一些 可以突破到可以买入的股票 好啊好啊 我们可以提分这幅图 电车的ETF 或者在这里有少少教学 因为香港的ETF开始成熟了 我自己觉得 以前真的没得选择 只有2800的贡富基金 是呀 现在出了很多主题式的ETF 主题式的ETF 我看到民众 就是Sun Channel这边 其实也去做那些教学 就是解释哪些ETF 是呀 中国新机遇 是呀 是呀 可以上YouTube看下 七大增长行业 那我们看到GX那些 分门了别类 可以给大家去选择的 就是这个我看中 生物科技的 那有这些220 那或者就是电车的 就2845 我记得是2845 中国消费 或者一个杰能都有的 是云算 就是说Cloud 不找了 这个版面 就是ETF这个版面 那里其实就找到的了 那我们先看看这幅图 就是有些朋友就会问 那其实如果这些ETF 可不可以呢 做price action 就是做技术分析的操作呢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一样的 一样的 是的 那我们可以看看 它之前是三顶来的 这里是三顶 是电动车ETF OK 接着之后呢 它先破了这个颈线 什么码 我不要看到那个 245 245 电动车ETF 它直接破了 然后它曾经retest了一下 再下的 那也是那几招的了 跌幅满足了没有呢 第一 是 其实看ETF的趋势图呢 就可以看到 现在市场上 有没有资金流入去这个版块 是不是这样理解 不是 在说这幅图 它是不是一个声势 如果它行一个声势 那我们就找这个声势里面 最强的一个公司出去 买它 明白明白 那其实和这个恒生指数 你去看银库基金的幅图 然后你再炒里面 那五十多只成分股 那个概念一样 是的 那它满足了这个第一 那其实它还未到的 但是 我们可以画几个位呢 其实都很明显 在这些103元 这些位 那其实就是一个支持 你可以说它打它上底 或者现在是打圆底 圆底 那就是前两天 一个大阳烛 冲了上去 就变成一个长方形的格局 那我觉得PaySafe 因为它是ETF 那大家不怕高追 不要怕高追 因为ETF 是长升的 是长升的 重要就是说这个industry 就来到2035年 就是全世界都会换电动车的了 那些先重的格局 那我想就 其实都不用太担心 它的基本面 所以我就是觉得 其实可以是等一些位置 突破了先 就是说前顶这些位置 其实都挺多的市场 是阻力的 就是说是120元 这个位置 一次啦 两次啦 三次啦 四次了 是啦 是啦 上到它的时候 下回来 那就看一下呢 可不可以 这个脑径 可以再给一枝巴 我们成功突破了 跟着回踩下来 这里 买入 是啦 ETF如果在这些位置 买入呢 那其实那个防守力 都挺高的 那跟着之后 就逐关逐关打了 那你要预计前面这堆呢 三顶呢 是会很多的阻力 或者很多的蟹货 是会放给你 那要消化的 要消化的 而不是炒它的心态 那就长坐了 那一坐可能是坐半年啦 甚至乎更多的时间 ETF都是不购短炒的 不购的 ETF是长线投资的 但美国那些就不同啦 因为QQQ都看纳资 有三倍QQQ的那样 那些真的可以给你短炒一点 那如果这一只 就是GX这一只汽车ETF 真的看到那个升势的时候 我们找成份股里面 就是成份里面 比重最大的那只来炒 会不会更正一点呢 因为过股始终是Post的 那个升幅是否会比ETF 是我们可以看里面 首先第一就是 2845 那其实呢 你是看这个快速报价 还是详细报价 详细报价 详细报价 那里面呢 是有 不同股票的比例 告诉你 那个比重 比重 那第一只就是 这个先度智能 那我相信这只应该是A股 是的 那第二只就是比亚迪 1211 那你去到很久 这个宁德时代 其实和这个李业 其实是 不是 宁德时代是做电池 一个公司 电池股 但是它不做车的 是专做这个新年元电池 而这个李业 就是一个原材料 那你就会变成了 你看到整个电池板法的上中下游 它都轮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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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知道的嘛 那市场 你就等市场告诉你 看图 哪一家公司是比较的 或者就是 你看到 2845 其实它开始走回一个 high low和high high 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找 里面这些资产 这十大资产 哪个是强烈的 那你就去炒它 通常来说都挺容易炒的 挺容易胜 那胜率都可以高的 可以做到 这样 明白 好啊 那今天的时间 就差不多了 那快锁一小时 已经过去了 这么快啊 对 那还有很多问题 其实都还没有cater 不过我们下次再继续 最重要就是 和阿Ring说的 那句是什么 什么 就是刚才那句 练熟一招 比你百般无畏 对啊 看熟三角形 对啊 对啊 那如果练熟一点 练不熟的话 或者不知道怎么画的话 那就去回IG 又或者TG Group 找回Ring再请教一下它 嗯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好 下个星期 要继续和大家 决战大数据 拜拜 拜拜